歡迎收看 我愛大小姐 你有沒有覺得男人都喜歡幼齒 真的嗎 你到現在還沒有這個自覺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 你有沒有發現 20歲的男人 他們還是喜歡20歲 那30歲還是喜歡20歲 連到80歲都還想娶20歲 是因為男人喜歡比較純 純的女孩子嗎 因為你知道 像我們到了某個年紀 也只能說 你們比較喜歡純真一點的 其實他們是愛青春的肉體 對啊 也不一定吧 因為如果什麼都不懂 我們只有這個經驗 可以跟人家誇耀對不對 好 可是男人並不需要經驗 我們今天就來探討 老夫少妻 不太好吧 不是 我是這樣想而已 我總會想 會不會像爸爸跟女兒 你覺得 好 那我問你 你覺得一個很年輕漂亮的女生 如果愛上一個年紀滿大 而且又長得不太帥的男生 是為了什麼 你講得還算滿這個 厚道的 要不不可吃車 吃車 不要吐神 還有什麼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今天不一定 可能要打破你的印象 老男人有老男人的好處 那當然 好 我們請到了兩位專家 第一位是 人體工程學教授 李建均教授 從生理與命理來窺探人心的人體工程學大師李建均 老夫少妻到底為什麼他們最了解 第二位呢 是 兩性專家 總統候選人 是 黃月瑞老師 耶 從兩性角度精闢分析夫妻問題的兩性專家 黃月瑞 大家好 好 來談談這個 老夫少妻的印象 Lady first 好 剛剛你們說的這個樣子 好像說是愛幼稀 如果說你講的20歲還是要20歲 30歲還是要30歲 20歲 40歲還要20歲 50歲還要20歲 那不是屬於幼齒 那叫 不過話說回來那是開玩笑 因為這是人性 對 每一個人都是喜歡新鮮的 而且都是喜歡 你說 我們在形容年輕的女孩子叫做 美若天仙 像我們這種就是老式巫婆 你看 誰要找巫婆 當然要找天仙 所以這是人性 在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上面 年齡並不是問題 是 而最關鍵 他們倆能不能過好 今天我們會讓您看到他們兩個 能不能過得好 來 現場就有兩位少妻 他們的另一半都是 電視圈裡面呼風喚雨的人 就算惠平很久沒有回來 也一定知道那一號人物的人 來 我們來歡迎兩位少妻 都戴著面具對不對 好 那個第一位太太 你好 請妳用一句成語 來形容妳的老公 年輕人用的成語比較多字 什麼意思 感覺好像不存在 我知道了 阿飄 我聽起來 我聽起來的感覺是 不太會管束她的那種感覺 差不多 差不多 細緣 好 來 第二位人妻 柏雪多維 她這兩個形容差滿多的 她搞不好是李敖的太太 柏雪多維 李敖也算老夫少妻嘛 好 一號人妻 妳老公幾歲 妳幾歲 她50歲 我24歲 26 26 你們兩個 他們是 差26 差26 24 差24 她24 她們兩個生肖一樣 對 對啊 不一合的就這個 對嘛 所以就聚在一起了 好 來 我們請她拿下面具來 不好意思 還好沒有把妳頭髮跟妝那麼壞 還是很漂亮 其實蕙萍也並不知道 她到底是誰的老婆 誰 對 因為她們也是新出來的 是嗎 妳那時候根本沒有人妻會出現 沒有 可是現在是人妻的天下 真的啊 真的 那我趕快 我不用為了站在這裡了 OK 好 小鐵是順哥的太太 現在已經懷孕 對 幾個月 還沒滿三個月 我們還不能講 已經講了 已經講了 之前就講了 她一個月就講了 對 年輕人不太介意這個 對 好 來 二號人妻 請問你老公幾歲 你幾歲 她44 我27 X16 X17 X17 X17嗎 對 好 那請拿下面具 這位叫雅雅 雅雅 她是 她是一位 當時 就很早就出道的一位製作人的太太 那個人叫沈玉玲 喔 玉玲哥喔 好 那我想請問兩位 請問 妳問 妳要多鞋嗎 鞋不要想用筆的嗎 這樣子是 如果 一天生次 如果 我們用筆的 如果 以五分為滿意度的話 那 妳為老公打幾分 請用筆的 OK 我告訴你們 真的嗎 以我在電視上的經驗 對 基本上要打折的 如果比這樣就是這樣 對 妳是比這樣這樣 那就是 我也算是 打五折 都會給點面子的 可是她們五折還有小孩了 不是 這跟有沒有小孩沒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她的確實還要再打三折 好 我們請兩位仁波一起出場 好 有提示她們的 嗨 嗨 憲哥 憲哥好 嗨 嗨 嗨 黃大師 是 不要做錯了 沒有 我們兩位無恥之徒在外面 站很近 人家已經講開玩笑了 你還要計較 剛剛黃老師一講之後 我就說順哥我無恥 你是真無恥 喂 我們超級無恥 我今天之所以上這個節目 我也有一個隱藏我實現的秘密 唉唷 我當時 等一下 你也要說 來 我當時奮不 這位主持人 我們通常會讓萊姆在中間 真的嗎 因為他沒說我就不知道 你太久沒有回來了 不是不是 因為他每次 我主持是 要幫我一過來 因為他 因為他 他常常都是被訪問的主角 所以他不以為他要在最終點 站在訪問我也在習慣 這也可以 不好意思 我是掛下次換主持人 人家會以為我跟誰都一起主持 我是有幾個小節目 你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我剛說 我剛說隱藏二十年的秘密是什麼 是說 我當時奮不顧身 用盡心機進這一行 要進這一行 就是為了想要認識李慧皮 因為他是我們的女神 是我們的偶像 對 然後後來你第一次碰到她的印象是 老實講我臉紅脖子粗 然後心裡面一直跳 臉紅心跳幹嘛臉紅脖子粗 你中風 你中風 你跟我吵架 其實我小時候也是 聽慧玲姐歌聲長大 因為她都是基隆人你知道嗎 那種語有容焉的感覺 哇 另外在風濃濃濃濃 對 而且有一次那時候我在舊口團 當藝工的時候 他來基隆文化中心來演唱 對 那當時就是由我去從那個 藝藝錄把他引領到樓上去 過程當中都沒有講話 我就很緊張 你那時候還在當髮警嗎 對 真的 好像在我們那上手套 對不對 那我也不好意思講 我其實也要講 我以前練高中的時候坐公車上學 太過分了 然後我在跳在那裡的時候 每天他都跟我面對面 因為他都會貼在那個 公車的那個廣告上面 那時候你才高中而已 真的 那有可能 因為他說那個是地藏的海報 我記得 而且慧玲姐 不要講我 今天講的是你們 慧玲姐 有一個專長我一定要講出來 這個大家一定會很Shuck 了解一下 因為大家覺得她是玉女 對 可是慧玲姐很會模仿雞在叫 真的 真的超厲害 你們不聽過可惜 真的 以前有這一段了 你知道主持人不能 拒絕來賓的要求 來 沒有掌聲咧 他覺得揮不下怎麼辦 不會啦 等一下 你現在學雞叫 主持人學雞叫 等一下 神玉琳要學他太太在床上 可以 可以 好 妳也會聽 OK 妳知道嗎 不是 那應該是雞叫 沒有啊 要一球 要一球 一球 來 慧玲 抱歉 預備 等太久了 我要想像中 好 哇 還轉彎耶 太棒 太棒 真的 這樣子才可以 應該是一隻力經髒髒的雞 對 對 請問 請問你這是什麼專長啊 為什麼大家知道你會學雞叫啊 沒有啊 就是過年節目啊 只要玩 我也是玩 其實我很適合玩遊戲 因為我是拚命三郎的 然後我就很入鏡 人家玩猜米的我也很專心 人家說你那麼專心幹嘛 可是我個性就是這樣 所以 你認識過追過他的男人啊 認識追過他的男人 你要惠平嗎 某個大哥 認識 認識就知道 所以呢 所以要 下次再來談這個主題好嗎 好 今天呢 請先 請先 請先做回你的寶座 好 對 不過他也算老少沛啦 不過那個男人蠻有魅力的 對不對 很煩耶 很煩 請坐 我知道那個問他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 當他變成那個大哥的製作人時 他追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了 所以他沒有看到 他沒有目睹 但是以前我的老闆有目睹 以前我的老闆裡邊有目睹 來 你說一個 你耳聞的意思 不行 我為什麼是因為剛寫機交 我現在心跳好快喔 會有影響 為什麼啦 我實在不適合 還是談你們 來 剛談到哪裡 沒有 那沈玉琳你自己說啊 沒有 別亂幹嘛 他們兩個只能夠說那位大哥 比較福寶 命淺 別說命淺 對啦 對啦 有緣啦 沒有緣分 對啦 不能在一起 我們也表示遺憾 你哪個做場面話 你也說得出來 聖哥如果有五分的話 你認為你太太幫你的體力打幾分 至少要四分以上吧 好那沈玉琳你認為你太太幫你的體力打幾分 我是比較謙虛的人 喂 你不知道我們總分是五分而已 總分分分 那應該也要四點九分 喔 告訴你吧 好 那可是後來他們 你一位是四分 而且還打了五折 那邊是 一個三分 三分打五折 還有一個四分 打這個三折的 我常常教老婆講說 老公的好不要讓太多人知道 他 他 他剛說了 靈牙俐齒 靈牙俐齒 馬上就印證了 還OK 請問兩位 最近最浪漫的一個夜晚 發生在什麼時候是什麼狀況 你是說 製造特別浪漫的氣氛還是 對 浪漫還是 我覺得前天還不錯 哈哈哈哈 你笑的白色還是怎樣 對啊 今天還不錯 請問前天怎麼不錯 欸 謊言那個故事要編比較圓滿 OK OK 其實我是按表操課的一個人 我會覺得呢 比方說我今天有一個時間 我會把設計幾個區塊 該怎麼樣去過完今天 我會比較有髒髮一點 但是下午時間呢 我們早上如果早一點起來 下午還可以睡個午覺 然後呢 這個午覺的過程當中 因為醫生有交代嘛 懷孕前三個月呢 你不能太粗魯 對 你要是一個非常溫和的男人 我們在講浪漫的事情 你做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很浪漫 就是慢慢慢慢的 把那個平鋪直去的那種感覺 到了晚上我們一起去看電影 因為我們家離電影院很近 我們經常就牽著手去看電影 然後 他喜歡吃什麼我就去買什麼 這樣子 就這樣子 看電影然後吃什麼就買什麼 對 這樣有很浪漫嗎 老頭男人這樣不錯了 真的嗎 剛剛那個就是 基本的生活的那個而已 那個有什麼 那你的 你有很特殊的嗎 我 在電影院裡面請她穿護士服嗎 她太太是護士這樣 不是 我怎麼曉得 我太太也穿護士 我問一下 護士 她看來是醫生 那我不相信你騙人 平常在家裡面她演醫生 打針啊 那前兩天我們就去台南啊 去逛那個花園夜市啊 到處吃吃喝喝的啊 然後晚上就住了一個很精美的那個Motel 那個Motel精美到什麼程度呢 裡面是有那個滑水道 滑水道 滑水道 那女生先滑 男生尾隨在後 那女生滑下來的時候 正好會一個pose 那男生正好就把她抱住這樣子 哇 我們真的有玩滑水道 可是有穿泳衣啦 因為如果不穿衣服 那又滑下去 幹嘛說謊呢 在更多人面前 你說要滑下來說會破皮 因為第一次是我先滑 我沒有穿衣服 她在上面看我 就我一滑下去之後 真的叫破皮 我到現在這邊 這邊還破皮 我都還破皮 我看這樣子行不通 這是行不通的 應該要穿衣服 我車上有一本叫做什麼車旅指南 全台灣人百里囉 你問我說哪一間車旅比較好 我都可以 幾星幾個評鑑 我可以回答得清清楚楚 那我可要給你重新再來 幫你顛一下 我們都不用 你自發性的那個 我們兩個呢 挑的就是全省的 比較特殊的那些溫泉的地方 你比較有文化 我喜歡那種FU 對 你是白癡啊 你可以自己放幾度的溫水 你要放全熱的嗎 你的 殺雞啊 那兩位 來 順哥 你跟他誇一下 你住過最好的溫泉旅館 有什麼設備 我跟你講 那個整個螢幕 就是說它整個那個落幕 會一按 上去 對面全部就是最自然的自然景觀 有一條河 哇 那個樽魚有這麼大條 好不好 樽魚嗎 對啊 樽魚 高山步魚 真的真的 還有櫻花溝很龜吧 櫻花溝 差不多就那一類型的 然後呢 有兩個池子 一個人就是溫水 一個人就是有那個 都是你們兩個單獨使用的 那當然啊 你們兩個 你們一人泡一池這樣子 對 久久不能自我 喂 小姐她有沒有說話 是沒有魚啦 沒有魚 那一段是夾的啦 對 這都是石頭啊 我十三歲就在河邊 看他逆遊而上 對 然後後來有他同學 捷進缸子裡面 他就是把缸子打破 對 一邊需要的是溫泉旅館 然後一邊是需要的是 來試計他們的某種感覺 你對這樣的婚姻看法如何 其實我對 這兩 兩對人家 我認為沈淤玲 是最沒有自信的男人 蛤 李老師你為什麼一講話 講得這麼忠誠 為什麼 不是 忠誠 我們可以講 就是從沈淤玲沒來的時候 她的這個論期 論期 對 論期所講的黨的話語 你可以聽到 好 那我們認為今天兩個女人 在這裡評論 她的丈夫的體力的 這個削減度 是不合適的 為什麼呢 你沒有嘗試其他的男人 這個嚴重的 所以說這時候你評論 不行啦 怎麼可以嘗試別的男人 這本身你們犯了一個 這本身你們犯了一個錯誤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呢 你們想在這時間 把這個夫妻感情調整好 夫妻感情不是靠體力來調整的 這個這個這個 當人和人自己在一起的時候 他倆間的這種交融的情況 是在瞬間產生了一種激淀 有這種激淀達成全程的完美 不是女人高潮 男人爽就是了 這是一個關鍵 所以沈淫玲為什麼是個最不自信的 為什麼 你看看 所有的這個我們講汽車旅館 都跑遍了 對 那沈淫玲我問你想不想生孩子 想啊 你肯定生不了孩子 哎呦 我們講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講就是說你看這個就是說 人在做愛的時候 看到這個同體在鼓動的時候 到底你是給誰在做 他在看給誰在做 這種感觸是不對的 就我們人在現任社會裡面 活的就是我 像我認為這個這個叫什麼 叫順子 順哥 順哥這個所謂的震動 我認為呢 在夫妻裡面 你現在把你的太太當成了太太了 沈淫玲把他的這個助理 還是當助理 哦 那沈淫玲又是鑒历詞 每天給這個助理講一個道理 我認為你在工作關係上呢 你們已經沒有了 當他成了你的太太的時候 他就是你的掌柜 當他成了你的太太的時候 他就是你的媽媽 當他成了你的太太的時候 他就是你姐姐 也是你的親人 什麼都承擔了 你沒有道理可以跟他講 你只有一個多幹 你知道嗎 我說這個幹呢 有兩種幹法 一個就是什麼呢 外面就好好的幹事 另外一個多幹的 家人多幹法 第一步診斷 沈淫玲是先被判出局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 第二步診斷 讓老師看出他們到底是有什麼樣 規房中的秘密 好 現在我們要揭開他們的 規房的秘密 慧平 我們要他們表演的是 床已經來囉 就是床 不是床戲 慧平姐妳跟妳講說睡法 這樣不用沒事 睡法 對啊 就有床的戲嘛 來 對啊 誰先來 你 你 你把他嚇死了 真的嗎 我們只是 我們沒有要大家表演什麼動作 我們是一個普及的節目 是啊 我們只是要他們表演 一呢就是入睡時 二呢就是 等一下 一個一個來 先表演入睡時 好 老師追 剛上床的那個位子 睡前嘛 入睡前 對 一開始我們兩個會聊天 如果真的要睡覺之前 真的嗎 對 聊天然後我們兩個一定會抱在一起 好 正數睡前 好了好了 不要再演 不能再演這個 正數入睡前是這樣是吧 好 現在 睡著了 熟睡了 熟睡了 熟睡中 通常有時候醒來妳會發現 妳們姿勢不一樣 半夜醒來知道是什麼樣的形狀 熟睡中是這樣 就各睡各的方向 對 要不要再多一點 就開始冒合神禮了 對 就這樣啊 但是我們有時候睡一睡會掉到床下去 蛤 他會自己跑去床上睡 還是妳把它踢下去 我是春捲啊 不是 不是 他自己下去了 對 他自己會 老師真的記得 你也沒有自覺對不對 熟睡後他會滾到床下 他自己把床搬下去 這個待會兒可以解釋的 好 好呢 起床了 專長這次學雞叫 因為 因為我在家裡扮演的角色 現在聽不到雞叫了啦 會比較早出門的那一個人 所以我就會這樣子起床 我不會吵他 我不會吵他 然後他繼續睡我就把它蓋回去 你還在睡 因為他先起來了 慢一點 你知道老年人都起得比較早 我要去工作啦 然後我就 他起來這樣可以嗎 5點起來他抱著 在這邊跟他說說話 然後我幾點回來 OK 我中午打電話給你 然後 我就會了 好甜蜜喔 其實我認為這個 今天我們來這兩對 剛剛講了一部分 再講一句就是說 就是順子哥 這個他們倆的一種夫妻的緣分 我們可以講是 可能他已經尋覓很久了 對 而沒有尋到 那他確實做到了一個 一個很好的男人的一個效果 唯一不好就是在睡熟的時候 還沒有深深的愛 其實如果這時間 你們在談話當中 我們講啊 談話當中 一個男人 一定要讓對方 把你的胳膊給壓麻了 哦 壓麻的時候 這是能體會的感覺 那就我們講 人說不用 這個時間 任東二美 必然耳通的 就那種感觸 嗯 可是你們睡覺的時候 背後這種頭 我認為你們倆的這個 年齡之間啊 還有些問題 嗯 可是你起來 就是你在意識當中 都沒有問題 你看睡覺的時候 還有這個起來的時候 但是在無意識當中 那麼我剛剛聽了一句話 你會經常滾到床下去的 嗯 不是滾到床下 被踢下去的 這是什麼情形 你解釋一下 因為喔 我白天如果工作得很累很累 到了晚上睡覺 我會很燥熱 嗯 那我的 我的習慣是我不吹冷氣的 然後呢 我老婆睡覺一定要吹冷氣 那因為剛剛那個冷氣口 是對到床上的 那我就受不了那個冷 但是 雖然燥熱 但是我希望是 用地上 因為我們家是木質地板的 我希望用很 比較自然的那種涼度 慢慢把它退掉 如果我在床上 我就覺得我 我 頭是涼的 身體是熱的 人會受不了 嗯 其實我們講啊 夫妻兩個在床上的時間 是一個陰壓共同體 嗯 當你燥熱的時候 他可以把你燥熱那吸那走 哦 所以我為什麼剛剛講 你的胳膊一定要麻掉 嗯 麻掉之後呢 我們講的就是 你的燥熱會傳到他那去 其實我們講 你需要的東西 男人需要的東西 是在女人那裡 女人需要的在男人那裡 可是你們 你那麼開心啊 啊 所以我們來 我們講一講 我們講這種 就是說 從氣的練法 就是經濟神的一種修法 是 那這時間 在睡眠當中 可以達到最完美的一種表現 OK 我跟老師報告一下 其實在睡前 我們兩個聊天的時候 不管時間多長 已經麻了 我們兩個會一直抱著 怎麼麻我都無所謂 但是 不舒服 他 他會睡在我 我那個位置上 這邊會不舒服 因為他是舒服很高 對 因為這裡有一座山 就是很像 很像雞胸那樣 不是雞胸 你不是在過 雞胸 我在勤勁 沒有啦 我是說 那我們兩個聊… 聊一段時間 那我真的想睡覺 因為 我睡覺不習慣壓心臟這邊 所以 然後呢 他又有一個習慣就是 今天不管房門在哪裡 我一定要睡房門那一邊 就今天我們出去外面 有旅館什麼的 擋住壞人 你睡房門那邊是對的 對 因為陽跟陰的話是這樣子 比較方便進出的那個地方 是男生 妳也有研究 沒有 在老師面前真是 我是覺得說這種 剛剛李老師是根據他的這種 人體工學或者陰陽五行 來看這樣的事情 以我們來說的話 就是認為說 只要兩人覺得怎麼樣睡法 是最舒服的就可以 是 華藝得好 華藝得好 真的是夫妻就是這樣子 是 那這個小鐵很喜歡 在玩順哥的肚子啊 對啊 蛤 妳可不可以玩玩看 讓我們 讓李老師看看 是什麼情形 來 捏一捏然後手手這樣 還有有時候會 對一下胸部 對 她就覺得眼肉的地方 是很有趣的 還有這時間蠻晚了 不然大家吃吧 可能 不會 因為她沒有遊戲去 看我們的肉 空肉便當來了 還有蝴蝶秀 我說你們兩個這兩個 剛才你們一上來 就是講了一個 最關鍵的一個詞 這個詞就是說 你對夫人懷孕三個月了 對不對 是 那這三個月裡面 一個男人該怎麼做 其實啊 我跟你講 在下意識當中 這個你的夫人啊 在摸你肚子 其實現在 你該摸她的肚子了 為什麼這麼講呢 我們講在胎教裡面 是 這時間 父親的手去撫摸 那撫摸了這個女性的時候呢 讓女性的心安定 其實你看沒 你說的一句話 你睡在這個 靠著門的這一邊 是 永遠瞬間就說 你對她的保護意識相當強 嗯 你知道嗎 那這時間 你呢 去摸她以後呢 摸到了大人 心神很安 對 摸到孩子 也知道父親的存在 那這時間 我認為呢 是在我們講 胎教裡面 第一個步驟 可是你在剛剛 就忽略這一點 所以你剛剛說到這個 那你為什麼不表現呢 我昨天晚上還摸了很久 才放掉 那這時間 就是跟孩子溝通 我們講 這時間摸的話 有一個要 當然也告訴你們 也告訴大家 摸的時間 就手要浮在肚子上 嗯 不是壓在肚子上 是 就是她沒有壓力 浮在上面 就感覺皮膚在摩擦 左三 左三十 右三十 放了肚臍在以後呢 你感覺要抖 所以她心臟抖 再抖 嗯 這時候是孩子生下來以後 那筋骨是最完美的 哦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好 省事夫妻的歸房之的 對 來 請上床 她會先睡 好 因為我洗澡的時候 那個上 你故意等她睡走了是不是 沒有 不是不是因為 因為她洗澡比較久 她花一個鐘頭 你先下來 她睡著妳再睡 好她睡著 她妳也洗完澡 好 那我都會弄一下然後再 離得很遠 不會啦那是 對啦她會靠我 你會 真的啊 然後我感受到她體溫的時候 我就會順次牽她的手 所以我們經常是牽手睡覺的 好來 先把它弄到棉被外面 不然我們看不到 我們經常是被 被她 被她睡覺 不是 她在睡覺 好來 因為她 對 臉太羞了 這臉眼 你如果沒有提到 要躺著這一段 我沒有 你沒有跟她講有這一段 她不可能吧 可是我們沒有食指緊透 對 臉都紅 對 你要跟平常一樣嘛 對 所以她就不知道 臉眼很誠實 她沒辦法做戲 對 一般是這樣 但是我講說節目效果 應該要到這裡 沒有 人家沒有那樣 受不了 受不了 然後這是入睡前 然後熟睡中會變什麼姿勢 熟睡中 會混蓋棉被 因為 她有穿什麼褲 因為蓋棉被沒辦法表現 一般是 因為我媽媽為什麼要睡前 她會在那裡 對 把她整個腳會放在我身上 蓋一下 對 因為她有穿牛仔褲 OK 肚子上面 好 那個我們製作人說可以打開 既然老公也不太在意 不是啦 因為她有穿牛仔褲 好 對 結果變成這樣 其實她是壓更上面 所以我每次早上起來 都覺得腎好像不太好 壓哪裡 就壓哪裡 壓就壓 壓 壓 睡太上面 好 熟睡中是這樣 那個臨眼姿勢瞧好了沒 可以 起床 起床時 起床 因為通常 醒來色是什麼樣子了 每次都一定是我先起床 很奇怪 你醒來色她是在這裡的 對 差不多 她有時候頭會在這裡 有時候頭也會在那裡 不一定 到這邊就是這樣 起床 通常就是我的手機 那種響噹噹噹噹噹噹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 喵喵 她就說 去蜘息 然後她就會 睡眼心鬆 來 睡眼心鬆 對 然後往前 沒有一個頭明眼 沒有你不要做她基本眼 你是經眼 一定要有編劇 睡 她會先睡 那起来会我先起来 因为我要用比较久 我要去 因为我可以利用他签弄完 然后化妆的时候 我再去那个梳洗这样 我习惯早上洗澡 所以他在化妆的同时 就是我在洗澡的时候 所以之前没有任何的交流 所以老师是要看他们 坐起来起床之后 没有他已经一个走了 另一个还在这个 这两位从那个 就是说可以讲 沈云丽一代 突然是一个很偶然的时机 发现了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突然有一天 他感觉到这才是我的老婆 老公 其实你那时间应该有女人 你是知道吗 你说他有除了我 还有两个还是只有一个 没有他说我们认识的时候 认识的时候他有别的女朋友 不要那么紧 他不要那么敏感 我们说的是两个还是一个 我们说的是过去 老师那我就帮你问 他认识她的时候 沈云丽我们大家都知道 老师有女朋友没有错 对不对 那时候是只有一个女朋友 还是两个 反而有女人 我们不用谈那个了 对啦 我们谈你现在了 一个每个十个女人 这时间他突然 对对对 都是有女人 那么就是他突然发现 这个事情以后呢 他就完全整个世界观 全部改变了 那改变以后 自己的形态都变了 那么也可以讲 现在即使有女人 即使有女人 他也没兴趣了 就这么一个人 就不行吗 男人注意了 自我者莫若李大师 那个林妍我请问你 你第一次脱稿演出啦 那个为什么你那么在乎 你认识她的时候 是有一个女人 还是两个女人 没有 只是好奇问一下 你那时候感觉到 他可能已经有两个女朋友 对不对 我想是的 可能他那时候也比较 帅啊 帮你讲话快一点 我老婆我的讲话 TEMP比较慢 我怕制作单位不好解 我会帮他切 可能说他 他内心比较孤单什么之类的吧 你看啊 内心孤单 骗人 但后来他选择你啊 也不是 就是沈玉琳这么长时间 摸索了很多方方面面的女人 但是没有一个 能摸到她的心的 这个女人很下意识 就摸到她的心了 但是这个女人呢 还不知道 我们从她睡觉的这来讲呢 她不知道 别人睡觉知识 也可以说明什么 亚羊呢 就是在这个人生的一种经历当中 他呢 属于受过惊的人 啊 惊吓 惊吓 有吗 受惊吓 这双婴 那这时间呢 就是呢 沈玉琳 我认为你呢 再不要带他去 含人那句话 莫泰尔进去 知道吗 把他的惊给收回来 因为你俩的命中 当时为什么要刺激你 说你没有孩子 其实你俩有孩子 如果再这样下去 时机过了 你就没孩子 你知道吗 知道吗 老师那他们要怎样求情 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呢 我认为你们的很正常的生活 去出去旅游 像今天来讲 顺子哥是你们的榜样 他们的夫妻感情 路通你们俩在一起一样 刚顺子哥说 要把他的中药给我吃 没有中药 他没有中药 你呢就像顺子的夫人学 你呢像顺子学 千万不要平嘴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特别生孩子上面 在寄神的 那这时间就寄养了 寄养了你的夫人的时候 不能平嘴了 话少说点 另外一个呢 如果说你还是一个 叫论妻啊 老耻的概念 你要记住 你要负担一点家里的东西 不能让这个受过惊吓的人 你生命中真正的女人 再怎么劳累 好 异于惊心梦中的 真的 好好好 你看这几通告费不用拿了吧 真的真的 早可以 什么可能 我不拿 我老婆也会抢你了 那李教授 请问 当他们熟睡的时候 看起来感情很亲密啊 他的腿已经到他肚子上 对对对对 他们俩的永远就是 我们讲在他俩的这个 这个人生里头当中 还有一次决裂 那这个决裂呢 这个时候该做音效 你才不做音效 不是 这是决裂呢 你们俩呢 就谁也不要想去决裂 可以冷静一下 不要谈到分手的概念 你俩都就是 我们俩呢 把你的 我们俩呢 就是胳膊打断了 那筋和骨还在连在一起 就到了这种程度 说你俩再不要提了 你们今天来的这两对 全都是什么呢 姻缘到了满格的时候 你们应该相互珍惜了 我希望你呢 给他收上经营以后呢 进行重新整理 家里面整理 还有一个 你家里面呢 奇怪怪东西不能摆 有吗 有 有 上次在有来另外一个节目 李老师有跟我提过 你们家里奇怪的东西 已经搬走了 李老师跟我提过 以后后来回去 半夜我都把它全部化掉了 所以沈玉玲呢 她想要求职是非常积极的 那么这样子 刚刚老师下了一个蛮重的话 说这样子如果常去摩特录 求职永远不可能 请看一下沈玉玲 其实她真的很想要孩子 那她看到她的首相 您可能会 沈玉玲我其实 在节目下面 我们其实接触过一次 在节目下面 我们当时谈到一个节目之后 我们在一起谈过 我认为她早就应该有 就你俩在一起啊 其实你俩在未婚的时候 就要教育人 可是你定不了神 其实啊 我为什么说你俩有一个呢 你最后呢 就沈玉玲不会变心的 我就怕你自己不自信了 哇 难怪你只要教育她 你自己不自信以后 你要走脱 你要走脱的时候 你可能办一些 不漂亮的事 那这事就要注意了 沈玉玲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好说话的 也是很难缠的人 他不是嘴尖牙泥 是刁蛮之人 哎呀 所以这时间呢 你要顺着她 怎么样把她改造编 那么沈玉玲 你一定要把她婚叫过来 婚 叫过来以后呢 一切都会好 好 对 我有魂不见了 不是魂不见了 就是说 金收了 这个金收了 你这个金收了以后 你的长相都会变过来的 我可以讲 沈玉玲 你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夫人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 她是你的夫人 但是缺点什么 缺点什么 你会感觉到 这是什么呢 她的神长 其实李教授讲这些话 可能观众朋友 有点不是很理解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自己很清楚 我知道李老师在讲的 意思是什么 感叹同胜的 黎老师 那你看 比如说老夫少妻 相处有他们的困难 那当然同样的年纪相近 不 首先要就是 老夫少妻没有困难 老夫少妻不是体力的问题 不 还是有了 我是觉得说 很多人都认为说 老夫少妻或者老妇少夫 认为说距离不是问题 年龄不是问题 这个是一般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 好像鼓励大家 然后可以通用 可是事实上有一些隐忧 还是存在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 很多如果年纪大的 她的背景跟她的过去成长空间 根本这个少妻都还来不及出生 她已经活了三四十年了 所以这三四十年的光阴 跟你才刚开始要来跟她一起 生活在一起的话 是需要比一般年龄相仿的夫妻 更多的磨合 还有生活习惯的调试 跟彼此的投入 所以要怎么样变成 很多少妻或者老夫会认为说 女的 我希望能够依赖这个男人 因为他像爸爸像哥哥 他经济能力又稳定 社会又有地位 所以他是依赖 事实上所有的夫妻是互赖的 是互相要依赖 而不是一个人去靠一个人 那雅雅你要记得 李大师给你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 你会受不了说 一样是老夫少妻 为什么别人有这么好的待遇 而我嫁的这个男人 我的待遇就像他的助理 像他的佣人又见太太 所以你心理上有很多的那种 压抑跟不满存在 你要知道说 刚刚李大师跟你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沈玉琳不是普通的刁钻 所以这个大夫人 台语说的很坏流量 但是这个坏流量 又坏剃头的大夫人 会来最后找到你 就表示你是最赞的 所以你这时候心头就抓到疼 老师说你曾经受过精 就是说你在那个不安定的环境 不真的让疼痛的环境大小孩 所以你对爱不信心 但是现在又找这些大夫人 又不信心 这样变双重打击 所以你要记住心头要划掉 说除此男人 攔逃我的魔掌 你就把他抵掉掉了 对 黄老师太有智慧了 我一定支持你出来 却总统 我已经快要宣布退选了 你还支持我 我还陪你联署 我还支持他 玉琳哥 是这样子 我知道平常 你也没有准备什么昂贵 或浪漫的礼物给芽芽过 可是你今天准备了 你人生中结婚以来 最隆重的一份礼物 要送给芽芽 是什么呢 好 赶快把礼物去拿来 我要把它送给你 那是我的一颗心 你看 这个花其实 我常常觉得芽芽也蛮那个的 就是她有时候她的心愿不高 她也没有要我说把房子过户给她 她也没有说要一部车子 她常常 她年纪还没到 她是希望你主动 对 还要人家找 要主动 她常常要的只是一束花而已 那我想用这个机会要这束花 真的吗 芽芽 然后呢 因为她很喜欢吃巧克力 那买巧克力 你这样没有诚意 你不要一直讲话 你对她讲话 你直接不好话送给她 先完成嘛 你先送你啦 芸芸你过来这边 过来这边跟她 不然伴櫃也可以 櫃在床头 跪下 这样挡镜头了 要行使大礼吗 对 伴櫃就好了 对啦 伴櫃 这没跪掉 你就来 伴櫃啦 被迫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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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 芽芽 那个结婚一年半以来 你也受很多委屈 然后我也知道我个性呢 有时候会比较冲一点 那不管怎么样呢 你只要知道我是真心爱你的 而且我愿意把我努力所得的一切呢 通通都能够让我们一个家庭 能够和谐 美满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这个 可以永永远远的 真的讲一句话就是说 永远 爱河 可以快快乐的在一起 那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管如果人生总是这样 是陪伴 是心安 你是答案 你也应该要说话 来 谢谢 你好帅 超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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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错了啦 真的 真的 这句话是我打从初娘她以来听到 最棒的一个站 从没听过 从没听过 没听过这是最棒的 那请问这一袋里面是什么 巧克力 就是那个圆圆那种巧克力 不是 通常她巧克力只送三颗 今天好像多了两颗 对 对吧 你看 就今年情人节她只是送我三颗 C 不会啦 三颗就表示我爱你三个字 我跟你讲 他如果送你一颗 男人也会跟你解释说 你是唯一的爱 真的 而且还是要了两颗 那真的是唯一的爱了 唯一的爱都给你 因为三颗代表我至高无上的感谢 因为三颗为什么叫三颗 就是 几件的含义 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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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 好 来 盛哥也准备了礼物 要给他亲爱的老婆 是什么 来 来 小铁 请到这边来 来 请站在我们两个中间 主持人 主持人也不用笑那么大声 对不对 这段卡片送给亲爱的宝妮 这字很漂亮 字漂亮 跟我差不多了 弟弟有练过 这是什么 因为 要不要 我 换我帮你拿 好 因为我老婆是一个 很爱小孩的一个妈妈 所以从她很小的时候 就刚刚开始怀孕了 她就在想说 要给她穿什么样的衣服 还要怎么样 然后天天就念我 她说 那个哪一个厂牌 她出了一个跟龙脸有关系的 那因为你的小孩应该是属龙的 所以 一定要帮她买 要不然会来不及了 昨天我们两个去逛街 她走过那个专柜的时候 你看啊 已经忘记了 那个厂牌没有了 但是 其实 我就跟她讲 你不用担心 我早就帮她准备好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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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心啊 可是 是男生是女生 现在还不知道吗 其实不管她只要健康 怎么样我都在穿在她身上 好不好 妈咪 我只要告诉你说 你说什么话我都放在心里面 嗯 谢谢 好 太棒了 因为 我们 小龙脸色的小孩 对啊 对啊 好啦 我也买一件给你 我是你一点的 你一点的 OK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我们都走过很长的路 嗯 起起伏伏的 坎坎坷的 对 在这一刻 就是要珍惜 我很珍惜每一天 嗯 刚刚华老师进来的时候 她说她的青春是一秒计算的 对 我觉得 我们的爱也是一秒计算的 我 我不会让她有什么觉得 我哪一次没有注意她 还是 忽略了什么 所以我很认真的 在过我的每一天 有人已经哭到不行了 哈哈 其实 盛哥喔 呃 他还写了一张卡片 是 盛哥请你自己 念出来 好不好 来 OK 亲爱的妈咪 这是你念了很久 帅气的宝贝要穿的 心想事成 谢谢 你的每一个想法 都是我应该做的做法 我会加油 我爱你 我想在座每个人 大家都认识顺哥 然后我们看过顺哥 演各式各样 乱七八糟的角色 男扮女装 什么什么啊 老的少的都有 可是说真的 我看她这么多年 只有她看到小铁 那个互相交汇的眼神 最动人 你这个样子 最帅 对 谢谢 我会更加油的 我会更加油的 好 那也请沈氏夫妻 一起效法加油 OK 节目的最后 大家来跳一个求职舞吧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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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